2017赛季的玉林军迎来了中赫集团的冠名入主,更名北京中赫国安。 而这一年对于北京国安来说是遗憾的。 中超晶圆时代的背景下,国安的投入并不吝啬,但成绩却不甚理想。 一个赛季换了三位主教练,何塞·刚萨雷斯带队12轮,状态起伏较大, 在课场惨败于上岗之后,又紧接着在重庆课场输人又输球。 主教练何塞黯然下课。 旧火教练谢峰上任执教三场比赛,一胜一平一负也仅仅是饮阵止渴。 而好消息是,此时U23小将巴顿的横空出世,让国安看到了未来的希望。 2017年7月1号,德国人施密特最终接过了首都球队的教编。 紧接着,就在其上任后主场面对恒大的比赛中,2比0完胜领投阳。 此后的玉林军快马扬鞭,一波连胜后积分直追第一集团。 但是造化动人,突如其来的伤病以及权罪状态的起伏不定,加上核心球员张希哲的不冷静行为停赛后,国安的战绩也一路下滑。 本赛季也追平了队时的最差成绩,以联赛第九的战绩,遗憾地结束了17赛季的中超领赛。 经过了上赛季的动荡臣服之后,北京中赫国安在休赛期的表现也着实吸引了整个市场的目光。 在内外援方面的引进上都不遗余力,外援方面引进了西甲比利亚雷尔的当家球星巴坎布,内援方面引进了沿边队长池中国,U23球王韦施豪,重新立番后卫刘欢,辽宁开心边路快马胡烟强。 临近年关,玉林军在葡萄牙东迅阶段参加了大西洋碑友谊赛,最终以第六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赛事,并在东迅的最后阶段, 引进了年轻小将宁伟臣和王子民。 大手笔的影员以及大量年轻新人的到来,彰显了北京中赫国安在18年新征途上的决心与努力。 结合现有的核心阵容以及新园的配置来看,新赛季的阵容至少在纸面实力上,已经躋身下赛季的争冠队伍当中。 但足球的魅力就在于永远让你捉摸不透的结局。 景严慎行的自由市场意外地掀起了京城风暴,犹如敲山正虎唤醒沉睡的豪门斗志。 希望是有了,梦想还会远吗?